在得知老同学杨子被人诬陷欺负后 低调的李现在也坐不住了 2020年6月网上流传出 杨子因翻味而闹罢工的消息 要知道当时的杨子正在和某顶流鲜肉 合作拍摄电视剧 然而谁也没想到 在拍摄途中对方却因翻味问题 和杨子展开了争辩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期 有网友自称是工作人员 站出来说杨子为了争取一番 在剧主闹起了罢工 在这条消息下 杨子很快就被网友骂成了筛子 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 直到有记者晒出杨子现身医院的照片 大家才了解事情的真相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李现也被问到关于对方卫的看法 但就在这个关键期 李现却有意无意地多次提到杨子 亲爱的热爱的 我是阿尔芬对吧 那是杨子老师的影响 阿尔芬对我来说有影响 我觉得没有 塑造自己的表演 塑造自己的人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而不是在理想 要知道当时杨子和某鲜肉 因翻味之争还经到了官方 就连杨子本人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圈内人也只敢私下安慰杨子 在公众面前对这件事都唯恐不及 不敢发声 可即便这样李现 还是主动站出来力挺杨子 而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对方也曾力挺过自己 当年和杨子合作 亲爱的热爱的爆火后 李现就没少被外界说是被杨子带火 这其中就包括着于正 于正曾公开表示 只要和杨子合作 就算男演员没有演技照样 亲爱的热爱的 不止的表演我特别喜欢 人家小女生的女孩 特别容易表达爱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女演员 能带火男演员 因为男演员不用演 这句话虽说是在夸杨子 但实际上多少有点内涵李现的意思 毕竟当初于正说这话时 刚好是李现靠着 亲爱的热爱的 而爆红 最重要的是于正这次采访的主题 也是围绕李现走红讨论的 所以过度的巧合 不免让人怀疑是在针对李现 而如果李现和杨子的粉丝 真的计较于正说的这句话的话 他们肯定将会引起一场口水战 因此杨子就很少和李现保持CP 更加看重两人间的兄弟情 这样既帮李现解了困 又证明了李现的演技 而且退一步来说 当初杨子在拍摄亲爱的热爱的时 因原定的男演员 因荡气问题无法出演后 杨子便找导演推荐了 还没什么名气的李现 所以电视剧播出后 李现才能顺势成为 粉丝心目中的国民男友 所以在杨子陷入四番风波时 李现才会为他挺身而出 实际上最近李现和刘亦飞的新剧开播 两家粉丝也因资源问题争论不休 不过得知情况后的李现 第一时间就现身直播间向大家解释 就这样李现这些话一出 粉丝们的斗争才得以平息 同时还帮刘亦飞解围 从这些事中也能看出李现的人品 不过李现这可不是为了在公众面前作秀 毕竟能为陌生人出头的明星很少见到 李现就是其中一个 在看到女生被男子殴打后 李现仅用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人品 当初在李现还是娱乐圈的小透明时 曾和朋友在街头喝咖啡 当时的气氛格外平静 可突然被一名粗暴的男子打破了氛围 只见这名男生用手拽着一名女生的头发 从李现的面前经过 从这名女生的喊叫声中不难猜测 一定遇到了不可避免的麻烦 或许是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李现没能从刚刚的场景中缓解过来 也或许是李现将会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对这件事置之不理 结果没想到反应过来的李现 立马站起来走向争吵的方向 同时他还不忘用手试图将这名男子拉开 阻止他继续施暴 后来将这名男生赶走后 李现并没有马上回到原本的座位 而是站在原地直到女生安全后才选择离开 虽然只是一个测试 但对同事明星来说 却有着不同的做法 同样在杜海涛这里 还是应用了家暴的测试 没想到杜海涛看到这个场景后 只是和朋友互相对视了几秒 便选择了离开 而走红后的李现也没摆什么架子 人品也是一如既往值得让人称赞 自从李现成为粉丝心目中的现男友后 参加了不少活动 其中一次媒体记者在拍摄李现时 其中一台相机脚架不稳 不小心砸到了女记者身上 正在拍照的李现看到后 连忙跑到对方身边查看情况 并把相机摆放到了原先位置 再比如在机场看到旁边的女生搬不动行李箱后 李现二话不说就帮对方把行李箱放到传送袋上 还有当李一同被吐槽是大众脸时 他也第一时间站出来为对方解雷 虽然如今身为顶流的李现演技人品都没得说 还是不少粉丝心目中的现男友 但谁能想到曾经的他也被女友甩过 看着如今飞黄腾达的李现 他那位爱慕虚荣的前女友 怕是第一个想和他和好的人 早年李现交过一个女朋友 当时的他还没什么名气 然而他的这位女友却总是缠着李现 给他买不少的奢侈品 只可惜当时的李现还在各个剧组跑着龙套 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最后赚到的钱根本无法满足女友的虚荣心 因此这名女生便在找好下家后 直接和李现选择了分手 被抛弃后的李现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 然而对李现这种没背景没资源的演员来说 想要在娱乐圈混出头一点都不容易 李现在大学毕业后 他便经历了三年的空窗期 硬气不错的话 能跑几个龙套 但大部分都是几个月也接不到一个角色 最困难的时候 李现身上只有38块两毛钱 只能把20个速冻饺子当成三顿饭来吃 因为没有名气 红组演员都有专车接送的服务 李现却只能靠蹭剧组的送餐车才能到片场 每次就是 其实是一个下午4点钟左右的通道 其实只是拍一个黄昏戏 剧组并不愿意单独拍车给我去把我送到现场 不过好在在李现在坚持下 终于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他先是靠着和神打开了知名度 随后又靠着亲爱的热爱的 一跃成为心境顶流 在仅有的十几天时间里便涨粉千万 自此之后各大资源 代言都向他抛来橄榄枝 不过爆火后的李现并没有一把抓 什么节目都去参加 虽然没有在爆红时及时增加曝光度 但他却踏实下来磨练演技 坚守了做演员的初心 这样始终怀着赤子之心的李现 活该他会红